大家好 我是文睿 最近这两天马云出国的消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情 根据媒体的报道 大致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说马云先到了香港 然后又去了西班牙 在他的个人的豪华邮轮里面和他的一些富商的朋友在一起度假 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看到这个消息了 那么对于这个消息 我们该怎么去解读它 它能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 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我只谈我个人的观点 仅供大家参考 从这些消息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客观事实 这个可能大家都否认不了 就是马云他现在获得了出国的自由了 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对吧 那么问号就来了 那他这个自由到底是谁给他的呢 我觉得只有两种答案 一种答案就是习近平主动给他的 习近平心甘情愿主动给他这么一个自由 那另外一种答案就是习近平的反对势力 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出国的自由 是吧 这两种答案 那么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呢 我觉得你说习近平主动 心甘情愿的让马云出去 这个可能性不大 这是我的判断 我觉得基本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这么几点理由 第一点理由就是什么呢 现在把整个习近平他的政策就是什么 限制大家出境 不管你是老百姓还是体制内的高层 都限制你出去 你就这些年吧 中共体制内这些高层官员 出去的人很少的 感觉到没有 对吧 王毅啊 杨洁篪啊 还有什么这个秦刚啊 好像五番五个记忆当中 好像没听说他谁在出 大家如果补充可以告诉我 反正就是整体趋势 大家能够明确 就是不让大家出去 那么在这个时候对吧 你说你马云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出去了 还跟人家度假 对不对 很享受 那你说这个跟习近平整个的 这个大的方针 他是相违背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和马云之间的关系 他已经是非常不好 彼此呢 很讨厌 我想应该是这样 彼此也是都不太信任的 对吧 那你这个时候让马云出去 这个习近平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呢 马云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 他在外面对吧 西班牙那么远 他会和谁接触 他会做什么 他万一不回来怎么办 等等这些事情啊 马云以马云他的身份 那他做出一些事情 如果在习近平的控制之外的话 那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甚至让习近平吃不了兜着走 这些都是他承担的风险 因为这里面不确定的因素太多 所以说这个事情 这是我可能可以想到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有人可能说这个是因为阿里巴巴交了1000亿 然后习近平就给他点自由 怎么说呢 按照习近平的思路 如果他觉得自己是皇帝的话 他可能有这样的心思吧 我猜就是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对吧 你们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只不过我暂时放到你们那保存 对吧 我让你们拿着这个东西保存 那是已经是很给你们面子了 你们应该感谢我 我想收回来 那随时拿回来 因为都是我的 你别说1000亿 2000亿 5000亿 1万亿 那也是我的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分析 不能说像交易一样 对吧 你给了我1000亿 我就让你出去自由 而且背后还涉及到很多政治因素 是吧 这是我的观点 仅供大家参考 然后还有人说什么 说他这么做 可能是要缓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 或者是缓和国外资本的这种关系 我觉得这可能性也不大 因为这个关系已经没有办法缓和了 习近平这些年做了太多太多事 已经把事情很多事情已经做得很糟糕了 你无论怎么缓和 大家也不相信你了 基本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而且你也没有必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缓和 对吧 你要真缓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 对吧 你可以开个会 说什么企业家座谈会 你让给马云安排个位置 然后再给他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再给他一个镜头 大家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对不对 你何必用这种 就是很有风险的方式 来展现这种状态 而且现在大家看的也是云里雾里 到底是不是你习近平 主动让他出去 大家也不知道 是不是 这是一个原因 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马云一旦出来以后 大多数人的反应 感觉就是习近平是不是控制不住局面了 对不对 他跟马云这个关系 那肯定是非常不好 对吧 习近平这两年不就是喊 打土豪分田地吗 要这个军贫富吗 基本上是这么个意思 可能还有二次文革的意思 就是让大家共同富裕 说白了 就是把有钱人的钱拿过来 让 当然他给不给 没穷人 咱不说 反正他有那么个意思 对不对 那你打土豪分田地 第一号人物就是谁 就是马云 基本上就是这样 对吧 那你这个马云 现在还在外面 对吧 享受在豪华游泳轮上面 过得那么舒服 那这和整个习近平的这个思路 不完全对不上吗 对不对 所以说你整体上 就从这么几点原因来看吧 我觉得 反正我是很难想 明白 如果说是习近平主动 心甘情愿地让他注意 这个说不通 这是我的判断 那么 就是第二个选择原因了 就是习近平的反对势力 给马云创造了出国的这个自由 那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 他还是有两种选择 什么选择呢 就是说马云三有这个自由了 他可以出去了 那是他愿意出去 他才出去的呢 就是他就单纯的 就是我在中国国内 也待着很憋闷 我就要出去 透透气 就是他愿意出去的呢 还是说他其实也不想出去 但是呢 习近平的反对 是要求他必须出去 这两种可能大家觉得是哪个呢 我觉得他 其实他现在他也不想出去 马云现在他最想做的就是低调 就你们谁也别关注我 我就是老老实实在国内这么待着 因为什么呢 他要出去的话呢 可能就会折恼习近平 那习近平 万一在权斗当中 他获得了这个胜利的话 到时候马云会很惨的 是不是 所以说 他其实就是很想在家里面低调 但是现在呢 变得又很高调了 对不对 又豪华邮轮又出来了 和富商聚会 对不对 都出来了 对吧 那这里面我觉得 我的还是我的判断 仅供大家参考了 就是习近平的反对势力 帮他获得了这个自由 然后要求他一定出去 那要求他出去的目的是什么呢 习近平的反对势力 想获得什么呢 首先就让习近平这个出丑 就告诉大家 对不对 习近平也不过如此 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 对吧 你不是最讨厌马云吗 那我就让马云到国外 在豪华邮轮上转一圈 就是给你 让你习近平丢面子 告诉全世界 你其实没有那么强大 这个就很像是这个 胡锡进的那个举动 胡锡进不是批评 那个李光玛的那个文章吗 那其实就是批评习近平 那你不能把胡锡进怎么样 包括前两天 这个解放军报的 那个夺门之面那个文章 对吧 他就隐喻习近平 对不对 习近平你也不能怎么样 他达成的这个效果 就让习近平的权威不断的下降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可能也释放出一种信号 就是说我们对民营企业家 我们对国际的资本 对吧 对跨国公司 我们是很友好的 你们如果支持我们的话 我们不会像习近平这么做 就是大致是这么个意思吧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目的 像习近平的反对 是他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目的 这个可能我还没有看透 如果大家跟我的观点一致 如果你看的更透 或者你有什么好的思路 你也可以给我留言 咱们来共同学习 等等 这就是我最近看到的这个事情以后 我的一些想法 那么从我的这个思路来看的话 习近平现在他整个这个权力 真的是缩水的越来越快了 越来越快 但是他现在做的事情 他好像这个经历 没有用在这个最中心的位置 他在搞什么 什么要通过下个月 在19届六中全会上 通过一个所谓的 第三次的中共的历史决议 你说这个虚的东西 他要他干什么 就算这个东西通过了 又能怎么样 你真的就安全了吗 人家真要拿下你的时候 这所谓的历史决议 也不过就是一张废纸 又能怎么样 就像你搞的这个共同富裕一样 你非要 对是大家媒体播了 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 共同富裕 那是真的吗 真的共同富裕了吗 是不是 还不是有很多穷人吗 就算通过了那个历史决议 你真的就确定了 你在这个体制内的历史定位了吗 所以说吧 我知道习近平他 现在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反正以我的分析判断 他现在的压力 他面对的这个考验都特别特别多 但他还在去搞一些虚的东西 总想搞一些花架子 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吧 这个就是今天我的一些分析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